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談一談川京會 川普和金正恩的這次會談 他們談判終止或者是談判破裂 對下一次川席會的影響 再談一談下一次川席會兩種可能的結果 這次金正恩和川普啊 大家都是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 才萬里迢迢跑到越南那個地方 去舉行第二次的會談 對這次的會談全世界 包括他們兩個我相信都曾經有一些期待 大家都認為這次可能會談出一些結果來 沒想到這麼快就結束了 這麼快就破裂了 而且這個破裂呢 還破裂的相當的有戲劇性 本來雙方都已經準備好在一起吃午餐的 背盤都已經擺好了 結果川普突然發了脾氣說不談了 中途就叫停了 然後呢 這次談判就正式的正式的終結了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呢 中共的黨的這個喉舌媒體 還有一些五毛粉紅 還有一些外國的這些左派的政客 就說 哎呀川普這個人呢 太意氣用事了 太不會做事情了 那我告訴大家 這個可就完全理解錯了 完全理解錯了 這就是說明了川普這個人呢 非常非常有談判的經驗和談判的技巧 他在這行裡面呢 是高手中的高手 真是老司機 老江湖 川普當年呢 是以地產起家的 是地產商人 就是賣房子的 每賣一次房子 那都是一次談判 如果談判的技巧不行 那可是要吃大虧的 川普是絕對成不了 億萬富豪的 那麼這些談判的技巧啊 他曾經 寫在一本書裡面 叫做 Art of Deals 就是講 怎麼樣能夠跟他們 跟對手 達成交易 所以說在這行裡面 他是 頂尖的高手 從年輕的時候 就是頂尖的高手 他曾經把這個談判的技巧 用在商業活動當中 為他 賺得了巨大的財富 現在呢 他又把這個談判的技巧 用在治理 國家當中 用在國際間的博弈當中 真可以說 治大國 如噴小鮮 治大國 如賣房子 談判呢 是一門藝術 不了解這一門藝術 就不能夠理解 為什麼川普 這次不遠萬里 跑到越南 要去跟金正恩談判 為什麼會突然的 就終止了 這麼迅速的就終止 這就是談判的藝術 我今天呢 就從談判藝術角度來給大家講一講 這一次 川普終結這個談判的其中的奧妙所在 我過去啊 曾經是賣過汽車的啊 大概從13年的時候啊 我就開始賣車了 有很多網上的這些五毛啊 他們呢 這個造謠說我是啊 靠這個捐款過日子的 或者說靠美國人或者是台灣的政府的 他們的這個 供養啊 我在那兒 專職從事 反對祖國的工作 絕對不是這樣子的啊 我過去二十年呢 二十多年的 流亡生涯當中沒有接受過任何一個政府 任何一個民間團體的捐款 那麼即使是有錢到我這裡來 也是經過一下手 然後呢 馬上 百分之百的 要回饋給民主活動 民主人士 民主陣營 而且自己 我自己也捐了不少錢 在加拿大呀 是一個適合勤勞的人 生活的地方 只要你願意做 願意工作 那麼生活的都相當不錯 我在加拿大 從97年啊 一直工作到2012年年底 那個時候啊 我就覺得應當付出更多的時間呢 來從事民主運動 那麼就有一次我去 我的這個 住地旁邊的一個 恒大的一家 車行 我在那去買車 後來我就想 這個工作啊 比較適合我 我就跟那個 老闆 總經理啊 我就跟他講 那家車行是BC省的 第二大的車行 我跟他講 我說 這個地方啊 我說這個工作 比較適合我 我看你們還有一間辦公室是空著的 我到這來幹嘛 那個總經理就問呢 說你以前賣過車沒有啊 我說我沒有啊 他說對車了不了解 我說還不太了解 他說那你怎麼賣車呢 我說我了解 人 後來他一聽這個 馬上當場就決定了 過了 後來我馬上就去上班了 過去在那 一共幹了有四年 幹的 還相當的 不錯 因為呀 在那個工作的過程當中啊 了解了一些談判的技巧 那溫哥華呢 那地方啊 是一個 這個大都會 在加拿大來說啊 是第三大城市 而且呢 是一個移民城市 全世界各個地方的移民 都有 當然了 佔主流的 是白人 大概佔個百分之五六十的 還有一大批中國人 一大批印度人 還有 其他來自各國的人 那麼 這個不同文化 不同民族 他們在這個 交易過程當中啊 顯現出來的那種 做法 那種心態呀 都非常的有意思啊 當然每個人有他的這個 獨特性 但是呢 民族性格 也在這種交易當中啊 表現的 非常的明顯 最好的客人 最爽快的 買東西最快的這個客人 就是菲律賓的客人 他們只要喜歡這個車 新款或者是 正好是他的心頭好 那就不計代價 只要他買得起的 馬上就成交 這是最好的客人 那其次就是白人 白人呢 他們也講一點價 他們的這個 消費呀 比較理性 但是呢 他們對人呢 還相當的 講道理 講公平 稍微講一點價 然後 就 成交了 所以這是 第二好的客人 第二容易打交道的客人 那麼中國人呢 就比較困難了 中國人呢 這個大家 過去在國內呀 受騙受慣了 他們總覺得任何一個地方 你要是砍價不 先不砍一半呢 那 這個 就要吃虧 所以說 一上來就砍得特別狠 但是我們中國人呢 還是 有一些 這個溫良 公檢讓的 這種啊 這個 禮儀啊 傳承 在這自己的基因裡面 所以 一旦了解了 這個市場啊 不是這樣子的 規則不是這樣子的 跟中國不一樣了 只要讓他們了解了 那麼 最後成交 當然了 他們呢 也一定要 要給他們相當程度的 相當大幅度的 這種折扣 他們才願意買 最難對付的客人是哪裡的呢 大家猜一猜 是印度人 尤其是印度北部的 來自於 龐哲普邦的 那些姓 希克教的那個人 希克教啊 過去幾百年 都是在 這個大英帝國 軍隊裡面服役的 這個南征北戰 所以呢 非常的勇武 非常的彪悍 現在呢 不打仗了 現在從事商業活動了 他們在這個 BC省呢 在商業活動上面 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呢 他們的那種啊 極有 富有攻擊性的 那種民族性格啊 也在普通的商業活動當中啊 是體現的淋漓盡致 一到了去買車的時候就說 你這個如果是不給我 五千六千的折扣 我就不買了 一點都不帶客氣的 那麼對這種客人 他們佔了 這個人口的相當大的一部分 客人的相當大的一部分 這怎麼辦呢 你不能讓他走 不能一口就把他回絕了 把他趕到別的地方去 但是呢 又不能呢 讓他們呢 佔盡便宜 他們要佔盡便宜 那車行不就倒閉了嗎 他們才不管你倒閉不倒閉 他們才不管你啊 到底能不能夠 這個賣車能不能夠賺到錢 只要他們自己 找到便宜了就行 是這麼一批人 怎麼樣對付他們呢 我經過了這個幾個月的琢磨 後來呢 就琢磨出一套辦法了 那就是川普在這個談判過程當中用的 Walk away 中途離場 把他們晾在那裡 因為你提的條件呢 不合理 你是想來佔便宜的 而我呢 又是想成交的 那麼怎麼辦呢 就是讓你留在那個地方 還有一根線給你簽著 告訴你 你到我這裡來 我可以賣給你一輛好車 而且呢 給你一個非常好的交易 但是 你要是想用這種啊 非常強勢的辦法 想來欺負我 門都沒有 我告訴你 你還愣了一點 那麼我就告訴他 這輛車呢 非常好 鑰匙在這裡 你再去看一遍 我們已經看過兩遍了 再去看一遍 是你需要的 那麼我可以給你保證 你能得到 你在這個城市能夠得到的 最好的交易 我也告訴你 在200公里以外 還有一個車行啊 還有一輛同樣款的 同樣顏色的車 在那裡 你可以去試一試 那裡的人呢 才不會跟你講這個價錢 那我現在呢 昨天剛剛賣出去一輛同樣的車 那個客人呢 現在我要去跟他打個電話 你在這裡思考一下 我們現在 暫時的就暫停 這個談判 這麼談下去呢 是沒有結果的 你想一想 願意做這個 我會盡最大努力 然後呢 我就走了 那麼走一段時間回來 再來跟他談 態度一下子就軟下來了 然後呢 他說五千 我說不行 四千 不行 最後三千 兩千 都不行 最後降到 五百 成交了 非常感謝 你是我最好的客人 那麼用這種辦法 才能夠對付那些 非常強勢的人 你如果在那兒跟他軟磨硬泡 那個時候啊 他的信心就越來越強 他就越來越無理 他就越來越強勢 那麼最後 你要不就達成一個協議呀 對自己不利的 達成一個交易對自己呀 吃虧的 要不呢 就根本就談不成 所以說川普這一次啊 大家看起來 看得出來啊 這就是商場上的老手 老司機的做法 先告訴 這個金正恩 說你們這個國家 非常強的 經濟上的潛力 可以發展成為 這個非常繁榮的一個國家 你所要的那些 東西呀 你都能夠得到 但是呢 但是呢 你必須得 聽我的 你必須得 接受我的條件 大家 必須得互利 你必須得把所有的核武器 全部銷毀 金正恩這次啊 他的想法是什麼呢 他是想銷毀 一部分核武器 然後呢 讓美國 徹底的 停止 對北韓的 經濟上的制裁 就是說你做到百分之百 我只做百分之五十 他的想法是這種 而且呢 川普也說了 他是一個 very strong guy 非常強悍的人 他當然了 光三代嘛 這個獨裁者的後裔嘛 從小都是嬌生怪養 遺止氣死的 這種人呢 當然在和人 人和人之間的接觸當中啊 他一定會很強勢 而對付這種人 川普 這是最好的人選 讓過去的那些 執行綏靖政策的那些 沒有商業談判經驗 只有啊 這個 從事政治 這個當政客的 西方政客的那批人 那是根本搞不定 川普的 根本搞不定 金正恩的 這次川普 做得非常的好 他就告訴你 你現在所了解的 你現在呀 所想隱瞞的 我全部都掌握 你在哪 北韓的哪些地方 還有原子 這個原子彈的設施 那你還沒有停止 我全部都掌握 不僅如此 我還知道你的經濟 命脈 所有的進入北韓的 這些物資 93% 數字非常具體 93% 都是通過中國 運送過去的 這也就是提醒 這個 金正恩 那你的經濟命脈 也是在我手中 我現在正在跟中國談判 如果是他們繼續 這樣為 這個違背聯合國 制裁朝鮮的 這種啊 決議 那麼在這次談判過後 這種形勢啊 就會扭轉 他們不敢再做了 所以這次對金正恩 應當是 非常大的一個打擊 非常大的一個警告 過去已經談過 兩次了 那麼事不過三 過去美國對 川普對金正恩 一直是用了胡蘿蔔的政策 那麼下一次 如果金正恩呢 他還有一點點理性 如果整個 朝鮮的 這些統治集團呢 他們還有一點點理性 他就應當 了解到 美國人 下一次 絕對再不會用胡蘿蔔政策了 下一次 一旦談不成 那麼就要 激起大棒政策 美國的軍事實力 美國的經濟上的實力 美國在全世界的影響力 要想整 一個北韓 那是輕而易舉 現在 不動手 不動手呢 是因為 中國這邊呢 中共這邊 他還沒有解決 還是因為呀 現在南韓 還是 這個 左派的那些領導人 他不想 接受 北韓 這麼一個 爛攤子 他們還想啊 通過綏靖的辦法 讓北韓 自己變好 那麼 一旦 到最後談判破裂了 川普 就完全有理由 告訴全世界 告訴南韓 告訴 所有的美國人 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局面 要不就是讓這個瘋子 讓這個獨裁者 繼續發展他的核武器 造成對全世界 對全人類的威脅 要不就是我們呢 徹底的解決他 我已經 盡了最大的努力了 那麼現在 我們就要 用強力的辦法 用非常果斷的辦法 一勞永逸的 解決北韓的問題 不解決沒有其他的 第二條路可走 那個時候啊 南韓的老百姓 都會同意 南韓的政客 必須得接受 美國人民 都會同意 美國的政客 必須得接受 那個時候 那就是北韓的 就是金正恩 獨裁政權的末日 當然了 也是金正恩 這個大胖子 這個獨裁者 這個殘暴凶狠的 野獸的 末日 對這次川經會 談判破裂 談判終止 感覺到最難受的 如坐針瞻的 那就是習近平 因為很快 他也要和川普 進行一對一的會談了 很快 他就要親自去領略 川普的那種 林立的談判的攻勢了 那麼他當然 非常的難受 在貿易戰之初 中共啊 也想是給川普 給美國政府啊 來一個 下馬威 說啊我們呢 跟你們學戰到底 大打大贏 小打小贏 結果川普呢 很快 就看破了 他們這種 植老虎的 這個本質 你不是要大打大贏嘛 我就逐漸的 跟你增加關稅 逐漸的 擴大 增加關稅的 這個範圍 結果 中共一下子 就顯露出來呀 他的那種啊 懦弱 悲劣的 這種原型 很快就投降 就準備 認輸了 現在只不過是 在這個投降的條款上面呢 他們還想 占一點便宜 還想啊 具有一些欺騙性 但是這一次 他們看出來了 欺騙川普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因為美國 他們呢 對 中共的這個了解 對中共過去歷史的 中共的這個 本質的了解 這一屆美國政府 實在是 太清晰了 萊特希澤 納瓦若 這些人 都是研究 中國問題的專家 對中共的本質 那可以說是 鳥如執掌 而這些人呢 都是川普團隊的 尤其是這個 貿易戰的 這個 執政 執掌團隊的 他們的核心人物 是川普的智囊 所以欺騙他 基本上 是沒有可能性 那麼 這一次 川普跟 金正恩談判破裂 這實際上 就是敲山正虎 敲的是金正恩 正的是 習近平 就是要告訴 跟習近平 發出這樣一個 清晰的 一個 信息 就是告訴他們 不要欺騙 欺騙美國 是沒有用的 也不要 想 達成一個 對美國 對世界的貿易秩序 有破壞性的 這種 結局 我們 這個 美國政權 美國政府 川普當局 即使是 達不成協議 也不要緊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接受 不公平的協議 不會接受 帶有欺騙性的協議 這個對習近平來說 讓他處於一個 非常 難受的境地 這次談判 下一次 習近平和川普的 這個談判 有兩種結果 第一種呢 就是談不成 談不成 那麼對習近平 是一個什麼樣的打擊呢 就是要把 中共的 這個經濟的 整個的信心 全部都打垮 一旦 下一次談不成的話 那麼 川普一定會加稅 那麼加了稅之後 所有的 把稅加到25% 關稅 所有的這些 中國的 對外出口的 這些企業 就信心 盡失了 所有在中國投資的 這些外商 那就信心盡失了 他們就一定會 大規模的逃離 大規模的倒閉 那麼中共的這個經濟體系 就 很快就會崩潰 那麼 另外一種呢 就是談成了 談成了習近平呢 就一定是要 必須得 大規模的讓步 讓美國的企業 大規模的進駐中國 那麼尤其是 要讓美國的 這個保險業 金融業 能源業 這些 由中共壟斷的 來 搜刮中國老百姓 名指名高的 來謀取暴力的 這些行業 他們就再也壟斷不了了 暴力也就傷失了 那麼他們這個政權的 這個 輸血的機制啊 就會啊 大打折扣 整個政權沒有這種輸血機制的供養 他們龐大的維穩體系 怎麼能夠維持的下去呢 但是 如果我 跟習近平來提個建議 我會這麼說 好死 不如耐活著 撐一天 算一天 如果你 如果你不跟川普達成協議 那麼你很快 政權就要倒台 如果達成協議 那麼你至少還可以多維持 幾個月 這樣呢 你權衡一下 肯定是達成協議呀 就比較好 那麼我相信了 習近平 應當 應當自己 左右權衡之後 應當不至於 蠢到那個地步 公然的 就跟川普啊 就翻臉 所以說下次我的判斷 達成協議的 可能性 非常的大 但是 大家 一定不要 尤其是民主陣營的人 一定不要因為達成協議了 就認為呀 習近平的政權 這一次啊 又逃過一劫 逃不過去的 只不過是 多延幾天 壽命而已 川普跟習近平達成協議之後 我告訴大家 即使是達成協議了 即使是不把習近平政權呢 一棍子打死 但是 一定是把他打成重傷 一定是把他打成內傷 甚至是一定會把他打成殘廢 他的這個政權 沒有了這樣的 沒有了這樣的 對中國人民進行 那 謀取暴力的 這些壟斷行業呀 對中國人民進行了 這個 地毯式的搜刮之後 他這個政權 一定維持不長 更何況 更何況 美國的互聯網的企業 這個 傳媒企業 他們一旦進入中國 那麼 對民智的開發 對於中共習勞體系的 這種摧毀作用 那是 非常強大的 所以很快 大家都會看得見 這一次川普 這個貿易戰 他不僅僅是在貿易上面 不僅僅是 在經濟上面 對中共的這個整個統治體系 施加了強大的打擊 而且 是對整個中共的 這個政治體系 對中共政權 是非常致命的 只不過是 只不過是 壓垮中共這個駱駝的 最後的一根稻草 打死中共這個流氓的 最後的一拳 得要由中國人民 自己來做 如果是達成了協議 那麼 中共 他的政權 他的能力 大受影響 他的統治的能力 大打折扣 那個時候 就是我們中國人民 中國各個階層的 凡是對這個體制 有所不滿的 凡是對這個體制 已經 提出了疑問的 這些人 就正是大家行動的時間 那我所說的 不僅僅是 我所提醒的 不僅僅是 民主派的 民主運動的 民運人士 而是 針對中國 各個階層的 就包括了一些 在中共 體制內的 高官 你們要意識到 現在中共的 整個 大勢已去 現在大家 應當已經感受的 非常的明顯了 葫蘆百年之運 共產政權 70年左右 這就是你們 壽命的極限 現在中共 已經 馬上就到 70周年了 已經 新疆舊木了 這個時候 大家一定要 選擇清楚 習近平現在 正在搞獨裁 正在想 集權 這個不要緊 大家 一定有機會 只要你們 想反 一定有機會的 你們在今後的一兩年之內 甚至是在今年之內 就一定看得見 有一些現象 會發生 首先呢 就是在政界 一定會出現 一些人 來反抗習近平 來反對習近平 甚至是這次 兩會子 這個開會的時候 就有可能 就極有可能 出現了 反習的聲浪 那麼 一旦出現了這種聲浪 政界的 那麼 這就是政變的信號 大家趕緊 就要行動 趕緊呢 就要選邊站 一定要 當機力斷 當斷不斷 不斷 必受其亂 另外一個現象呢 就是軍隊裡面 一定會有異動 習近平過去 這幾年呢 對軍隊系統的 這個清洗 可以說 力度是相當的大 無所不用其極 力度是相當的大 無所不用其極 那麼在軍隊裡面 軍隊裡面 已經形成了強大的反彈 那人心呢 都是一樣的 你打我 我現在呀 即使是沒有能力 還手 但是內心裡面的那種 憤怒 那是一定在積累 積累到一定程度 就一定有人 挺而走險 一定有人 憤不顧身 那麼現在 就基本上 到了這個時機了 這是軍隊裡面 如果是軍隊 有異動 大家也要迅速的反應 怎麼樣反應呢 我告訴大家 軍隊有兵變的話 那麼一定 大家要 馬上站出來 號召政變 號召民變 第三種可能性 就是民變了 現在街上 每一天都 有人 進行遊行 示威 進行抗議 為了這個 保護自己的權利 為了一些 這個民生的問題 大家出來抗爭 這就是 這就是 一個未來 民眾街頭運動的 一個預言 這是革命的一個 導火索 它不是革命 但是是革命的導火索 它可能引發革命 你像前幾天 四川的 治共的 那個 街頭 民眾運動 那人生是非常的浩大 很多人說 很多五毛說 民眾根本 聚集不起來 這簡直是放屁 民眾聚集起來 這種例子 經常在上演 每年都有好多次 大型的聚集 現在 只不過是 這些聚集 還沒有 互相 聯繫起來 還沒有形成 聯動 還沒有產生 共振效應 那麼 一旦 一旦 有三五個城市 同時都爆發了 這種大規模的 民眾抗爭活動 不管它提出的訴求 是什麼 那麼這就是 這個國家 開始 真正的開始 變局的一個信號 這就是民變 全國性的民變 發生的這樣一個信號 大家記住了 三五個城市 同時爆發 大規模的 街頭抗爭 這就是 大變的開始 所以 各個階層的朋友 當你們看見這個信號的時候 一定要迅速的行動 如果民變 先開始發生了 那麼 體制內的人 大家就要從事 大家就要開始 馬上的進行政變和兵變 民變政變和兵變 大家互相的激盪 互相的推波助瀾 最後 就會完成 中國的 這個變革 最後就會 啟動 中國的 民主革命 對體制內的朋友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唯一的 洗清自己 墜裂的機會 這是 唯一的一個 在將來 還能夠在中國的政壇 繼續發展的機會 大家 來一個華麗的轉身 未來 你們還是有發言權的 你們 還是有你們的專長 可以 有用武之地的 有用武的機會的 那麼對民間的朋友來講 我們痛恨這個體制 已經很長時間了 我們內心的憤怒 已經非常強大了 但是大家一定要意識到 中國人民雖然現在 還沒有連成一片 但是大家內心的憤怒 是一樣的 現在就缺一個機緣 這個機緣呢 很快就要到了 就缺一個大家連動的機會 這個機會 很快就要到了 那麼今年的3月5號 我們再一次 再一次嘗試 把全國各地的各個階層的 不同的 以利益訴求的 這個抗爭 重新呢 再把他們聯繫 把他們聯繫起來 連成一片 這種 努力啊 不僅僅是靠我們海外的 這個 這個全民共振平台 而且呢 這個是一定要靠 大家 一定要靠全國各地的 這些 民主通道 這些維權的通道 大家來傳播這個消息 但是 記住了啊 這一次是要以 讓那些有利益訴求的群體 先走上街頭 我們不要提政治訴求 有政治訴求的 這些民運同道 大家這一次 暫緩上街 大家整個待旦 一旦形成了三五個城市的聯動 我們再迅速的出擊 沒有出現這種事態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整個待旦 整裝待命 好 今天呢 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 下一次 跟大家 繼續探討 中國的局勢 中國變革的方法 謝謝大家 再見